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风雨无阻讲真相 二十年从未停歇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 我是1998年得法的农村修炼者 今年64岁 没修炼之时我常年胃疼 不能吃硬东西 头部因在煤矿工作时受了工伤 也是常年疼痛 在两种病痛的夹击下 我每日苦不堪言 对生活很悲观 总觉得自己没有几天活头了 每天除了硬挺着干活 就是担心家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将来无人照顾 1998年正月期间 妻子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 我看过后觉得这本书讲得真好 走入大法修炼 以前的病症都消失了 干活有了力气 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 我们先后购置了电视 录放机 扩音机 渐渐的 我家成了师父讲法录像的一个播放点 随着大法的红船 周围听说的人也都来我家观看讲法录像 乡里们相继走入大法修炼 我家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村里的一个练功点 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 警察挨家挨户的到大法弟子家抓人 我家的练功点也被迫解散了 因坚持信仰 我被恶警先后非法拘禁两次 妻子被非法拘禁三次 尽管警察经常来家骚扰 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修炼法轮大法的步伐 2003年 我和妻子向本村和周围村子的民众 散发真相期刊 期间无论严寒酷暑 风霜雨雪从未停歇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了20年 渐渐的周边的村镇都被真相资料覆盖过了 我们就徒步前往更远的地方 最远的往返能走四五十里地 有时候下午两点出门 凌晨两点才回来 有的偏远山区没有能通车的路 我和妻子同修通常结伴出门 出发前发正念求师傅加持 然后每人背个装满资料的大书包 天气暖和时中午吃完饭 我们就步行出发 两大包资料能发到夜里十二点 到了冬天 我们会选在晚上七八点中出门 什么时候手里的资料发完了 再徒步返回家中 有时凌晨两点才到家 一天能走六七十里地 因为有的村庄较为偏远 没有安装路灯 我和妻子在深夜里 经常是深一角浅一角的摸黑前行 一次途经一个只有二十多户的小村庄 发放完资料往回走时 遇到个大下坡 妻子一不小心来了个倒栽葱 直接从坡上滑了下去 因为高坡陡峭 坡下又有深坑 若是一般人出于惯性 肯定会磕得头破血流 但是妻子却很淡定 她在心里想 我是大发弟子 由师父保护 结果真的化险为夷 除了摔跤外 没出现任何问题 像这样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年春天的夜晚 我和妻子到周围的村子发资料 就在挨家挨户放置真相册子时 我突然看到那些真相资料 散发出了光芒 当时就有一念打入脑海 这些资料真的是救人的良方 以后我一定要将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同时我在心里默默感谢师父对弟子的鼓励 除了发放资料外 每到村里有集市时 我和妻子就赶着马车到集市 寻找有缘人 面对面讲真相 每次师父都会把很多众生安排到我们身边来 有时三言两语就能打开对方的心结 让他们顺利三退 一天妻子从本地一个资料点上回来 兴冲冲地向我讲起资料点负责人同修A的话 他说 同修A的儿媳最近做了个梦 梦中显示宇宙即将遭遇天结 神仙们都下凡来取解药 同修A在他儿媳的梦中 幻化成了一个老兽星 他专职做药 做出的药丸 每一颗都五光十色 晶莹剔透 而妻子在同修A儿媳的梦中 是个发药的角色 因为药丸太珍贵 妻子发放时非常谨慎 每人只给一颗 谁多药都不舍得给 我和妻子同修都悟到 这是师尊借着同修家属的梦境 在鼓励弟子 因为同修A 在家开设了本地第一个资料点 二十年来不间断地印制资料 保证该地区的供应 妻子经常去他家拿资料 二十年间 我们夫妻二人将资料 散变了徒不能及的各个村庄 如今正值新旧宇宙交替之际 天上众神纷纷下誓转生人间 等待大法救度 大街当前 真相资料就是救人的良药 可以说全国各地每个资料点上的同修 都是制药者 全国各地每个奔走在大街小巷 散发真相传单 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 都是发药人 我们救度的不是普通的生命 不是人中的一个个体 而是他们背后所对应的宇宙大穷 与无量众生 我们做的这些事不是在为大法做什么 更不是在为师父做什么 而是在互帮互救 更是在兑现下誓前的宝贵誓约 正是因为师尊的无量慈悲与承受 救人的时间才会一言再言 然而还有不少同修谜语人中 懈怠了这份关乎庞大生命体系得救的殊胜之责 同修们 静静起来吧 别让我们最后的修炼之路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 一天我们拿着手边的小葫芦去讲真相 一直讲得很顺利 我还剩两个时 同修建议往菜市场里边走走 进了菜市场 我给了一个推着自行车走的女士 女士刚接过一个葫芦和一份明慧周报 一只男人的大手就抓过来了 她嘴里还不停地大喊着 法轮功 你在宣传法轮功 我一躲 她没抓住 我围着自行车转 她在我后边追 我一点也没害怕 严肃地对她说 一边去 你知道什么 同时我心里想着怎么定住她 因为我还没给这位女士讲真相呢 就这么一想 功能已经起作用了 她老老实实地上一边站着去了 于是我就跟这位女士讲真相 女士看到眼前这一幕乐得那个开心呀 我和她说啥她都高兴地赞同 并且一直在笑 真是发自内心地笑 她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 这件事情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师父就在我身边 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 我只要做得正 功能就起作用 师父也会帮助 并且我们做得堂堂正正 给了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 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的大法 邪恶也就不敢迫害了 世人也有明白的一面 他们自然也非常高兴 欣然接受真相 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 以前主要是做资料 近些年我主要出去讲真相救人 在这个讲真相的过程中 很能去人心 刚开始讲 遇到不明真相 骂人的 损人的 心里很不舒服 难受得不行 渐渐地这些心都磨去了 不再为常人说什么而心动了 讲真相的过程中 还能去很多执着心 有时讲得顺利时一高兴 就给谁谁都不要了 讲也不听了 我就找自己 发现自己有欢喜心了 就归正自己 然后再讲就又顺利了 有时不想出去救人 觉得救人太难了 知道自己必须得去 那今天就少拿点资料吧 这不正的念一出 结果就是给谁谁不要 真难呀 我就找自己 知道是自己的念不正导致的 就求师父给我安排有缘人 渐渐地在生活中 我也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 不管做什么事 只要是不顺利就找自己 一切就都好了 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也有悟到做不到的地方 我以后会努力做得更好 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这哪里是在破网 这是修炼啊 副标题 今天我是如何顺利上去明慧网的 作者 一名新学员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2月8日 昨天过小年 我很想在这一天把我们地区大法弟子 公祝师父的新年贺卡与祝福语发到明慧网上 可是从早上开始 登陆几次 一直到午夜12点以后 都没有上去明慧网 这过程中 我去父亲那里吃饺子等事情 没有集中精力发正念 今天早上 六点发完正念后 我又清理自己和排除干扰45分钟 心里想 今天一定要把贺卡发出去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 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 于是我打开电脑登录 反复三次 没有成功登录 但是我的心是空的 没有冒出人心和胡思乱想 我开始在心里对师父说 求师父帮助我 上去明慧网吧 我要给师父发贺卡和祝福语 我还要下载明慧周报和明慧周刊 打印资料救人 求师父帮帮我吧 退出重新登录 这时我突然想起背论语 我双盘 双手结印 开始背诵 背完一遍后 我回想自己背的过程中都想了什么 发现有两处思想溜耗了 我发现自己发正念思想溜耗后 我对自己说 不能溜耗 要集中精力背诵 接着又背一遍 我这次闭上眼睛快速地背诵 不给外来的干扰机会 又背了两遍 接着又开始快速不停地背 红银四对联中的法 真善忍 三字圣言 法力无限 法轮大法好 真念万劫即变 这回我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一心不乱的念经 我快速不停地集中精力出生辈 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 我无目的 不经意地睁开眼睛 发现明慧网页居然完整明亮地在那里呢 我惊喜而发自内心脱口而说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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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修们 这哪里是在破网啊 这是修炼啊 是师父在帮助我去执着心 在帮我提高啊 师父在告诉我 什么是修炼 师父在教我 如何修炼 如何找自己的执着心 如何在法上认识法 如何以法为师 师父在告诉我 如何时时刻刻 保持一心不乱的正念 和正念的威力 感恩师父 叩谢师父 感恩无尽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修机器与修去集合器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2月10日 以前曾做过一个梦 在同修家 别人拿来两台机器 其中一台缺配件 另一台的前端 好像有个东西 在运输的过程中被卡断了 在A同修家修不方便 我就说拿回家去修 好像当时因为机器的事 说了A同修几句 他就哭了 我却不依不饶地 临走时还说了A 还是个修炼人吗 不让人说 一说就委屈得不行 出了同修家 发现自己的车子没有了 我两只手里 一边提着一台机器 茫然地站在那儿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晚上同修来和我说事 一共说了四件事 只有一件事和我有关系 我就把同修说了一通 当时他很淡然地对我说 找什么急 生什么气啊 我一想梦中的情景 再想想他说的话 我手里提着的这两台机器 一边一个 不就是一手拿着急 一手拿着气吗 不就是点误我 放下急和气吗 我做事确实有快的特点 但同时也兼具着急躁 心里装不住事 难免会有失误 还经常落东西 事做得不够好时就会生气 不想说的生闷气 说出来的带怨气 搞得同修心里也不舒服 有时会责备对方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个基本的维护也不会 梦中的指责是向外找 不修心 修机器的人都明白 先修心性再修机器的道理 首先的基本功就是稳 应该以平稳的心态 来沉着地应对所发生的事 同修说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和你有关 你就没急没气 如果他只说了有关的 你还会生气吗 肯定不会 后三件事感觉和你没关 你就急了气了 那不正好去你的急和气吗 那恰恰与你无关的三个问题 才是帮你修炼的 才能暴露你的急躁心 那有关成了无关 无关的却成了有关的 通过向内找 我还找到了私心的问题 与你有关了 你也不急不气了 那是因为它没触及到你的利益 你认为无关的事 影响到了你的时间和精力了 影响你自己的安排和行程了 就是自我的利益被触动了 那不就是个私我的问题吗 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 那你认为不好的事 其实也都是好事 正是对你这段时间 获这个执着心的一次检验 今后我将放下急躁 稳下来 修出稳健 更好的圆容环境 珍惜每一个通修 走好最后这段路 因为稳健的走好每一步 都是大法对我们修炼人的要求 都将成为一段修炼历程的美好见证 一点粗浅认识 不当之处 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信师信法 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 作者 湖北大法弟子 真元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 2月12日 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 我越来越感到了 作为政法时期大法弟子 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我经常提醒自己 是为众生而来 我必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 要珍惜这万古机缘 第一部分 成念久自真言 瘟疫上不了身 中共病毒疫情期间 有一位同修吃不下饭 咳嗽 全身无力 社区知道了 派两个社区人员 一个司机 把他送去检查 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 一起等结果 等了一个上午 这位同修不停地念 久自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仍好 检查结果出来了 同修一切正常 那两个陪同的社区人员 却要被送去隔离 当天吃过晚饭 这位同修来到我家学法 他给师傅敬了一炷香 感恩师傅的诱护 到学法时间了 我们先发正念 再学法 读了一会儿转法轮 那位同修的染疫假象又来了 不舒服 要呕吐 他说 我走 别影响你们学法 另一位同修说 这么好的场 你还回家 是师傅在给你清理 我们都要信师信法 我也告诉同修说 这是好事 是师傅给你调理 师傅在转法轮中说 这一点跟大家说 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 希望你都坚持来 法难得 你越难受的时候 说明物极必反 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 必须全部净化了 病根已经摘掉了 就剩这点黑气 让它自己网出帽 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 遭一点罪 你一点不承受 这是不行的 我们一起读师傅讲的这段法 慢慢的 同修不难受了 也不咳嗽了 我们又在一起发正念 疫情期间 我们照样天天坐在一起 学法 发正念 走出去讲真相救人 心里没有怕什么 思想很纯净 同修也很快一切都正常了 感恩师傅的保护 第二部分 找回昔日的同修 有一位昔日同修的身体 出现了病业假象 在家里一直没有走出来 基本不休了的状态 我和另一位同修去看他 他脸种种的 家里有很多药 我问他 你学法吗 他说 有时候学 但眼睛看不太清楚 我问 你发正念吗 练功没有 他说 没有 我听了一惊 怎么会这样 他说 不知道怎么发正念 我想到师傅在 2003年 元宵节讲法中说 一个是帮他从法上认识 提高 再一个就是 大家在一起 发正念 多做大法弟子 应该做的 救度众生的事 这些事情 都能帮助他 我 我悟到 身处磨难中的同修 是需要其他同修帮助的 这种帮助是去思去执着的过程 是同修间突破间隔 圆融整体 共同提高的机会 以前我就是用人心看问题 被各种后天观念障碍住了 有时认为帮助他们会耽误自己的学法 有时埋怨指责同修 不精进 有时去了两三次就不去了 没有耐心 不能坚持去帮助同修 最后就没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更没有放下自我 我想 作为弟子就应该听师傅的话 找到找回没有精进的同修 找到找回昔日的同修 帮助他们从法上认识提高 把他们带到集体学法中来 圆融整体 因为只有法能帮助他们提高 只有师傅能救他们 同时 集体学法是师傅留给弟子的形式 大法弟子都是用人体在人世间证实法 救度众生 这是师傅安排的路 因为病业失去人身的 或各种磨难 严重影响了做好师傅要求的三件事的 这都不是师傅安排的 怎么办呢 我和另一位同修商量 我们必须帮同修走回来 帮同修闯过磨难 我们商量好每星期去一个人 上午在一起发正念 读师傅的各地讲法和精进药纸 教他自己每天在家读转法轮 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问他 你学法和发正念了没有 他说 学法了 没发正念 我说 我们要听师傅的话 那就必须做好三件事 我认为你现在就要多学法 多发正念 身体好了 做做家务事 就是证实法的第一步 接着你就可以出去讲真相 救人了 我又对他丈夫说 要提醒他多学法 多发正念 他丈夫很支持 给他买了闹钟 开始我们在一起学法时 有干扰 他说眼睛看不太清楚 我们就安慰他 让他慢慢读 耐心地等他读 从不埋怨 他也很认真的读 有时他想多读 就让他多读 有一天学精进药纸 并业这篇经文时 我读了一遍 然后对童修说 你再读一遍 他读得很认真 读完了 也到了我们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我们起身准备走 童修说 你们今天晚点走可以吗 我们说可以 问他 你有事吗 他说想练功 但是很多动作不记得了 我们就留下来一起练功 边教他 边让他自己慢慢回忆 动功我们一起练了两遍 他就都会了 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脸上都正常了 走路也稳了 他丈夫特别高兴 在路上碰到我们时说 谢谢你们 太谢谢你们了 我说 你应该谢谢大法师傅 以后在路上再碰到他丈夫时 他就说 谢谢李大师 之后再去童修家时 他丈夫都留我们在他家吃饭 并说一些客气话 我听了很舒服 时间一长 起了人心 爱听好话了 同时显示心 欢喜心等一些人心也出来了 被救世里钻了空子 有一次我们正在学法 他丈夫把门打开 走进来 气势汹汹地说 某某党 发你们工资 你们还反对 并且说了一些对师傅不敬的话 那是完全不像他本人了 乱说一通 你们以后不要来了 来了也不给开门 叫他妻子不要学了 再学就不给他饭吃 我们发了一会儿正念 他还在说 我严肃地对他说 闭住你的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在造业 你不能瞎说 这对你自己不好 他停下来了 我又对同修说 我们都向内找吧 我们让同修一定赶快起来 不要什么事都不做 把自己当病人 要丈夫事后 我也找到自己喜欢听 好听话的人心 我给师傅认错 师傅啊 弟子没做好 还让众生造业 真是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众生 我继续向内找 找到还有显示心 欢喜心 急躁心 不善的心 私心 我想起一次学法时 应该一人读一段 一位同修读了两段 又比较长 还读得有气无力的 读读挺挺 读完了 下一位同修又不接着读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说 怎么 你睡着了 这反问句 这语气里 隐藏多少人心呢 急躁心 高高在上 居高临下 不谦卑 瞧不起人 没有善心 我还有这么多人心 怎么办呢 只有学法 多学法 多发正念 经过向内找之后 我又找来几位同修 帮忙给磨难中的同修 和她丈夫发正念 之后我们商量 同修家还去不去 她丈夫说 我们去也不会开门 我们一致悟到 应该去 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 不能上旧事里的圈套 我们去了同修家 我问同修说 你丈夫怎么样 她说 一切正常 有时还提醒我 学法 发正念 练功呢 她丈夫从外面回来 看到我们热情地说 你们来了 谢谢你们 我和老婆 星期一二三四 天天盼 今天你们终于来了 谢谢你们 她拿来两个电扇开着 还拿来不少菜 说是她自己种的 特别好吃 要我们都带点回家 她又回归了正常 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 人心一出 救世里就看到了 相继 磨难就来 我们向内找 正念一动 磨难就消了 干扰也没了 现在这位同修在大法的感召下 在师父的佛恩号当中 又重新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 做着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应该做的三件事 我会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 修炼提高的机会 珍惜这万古机缘 多学法 向内找 尽快提高 形成整体 多救人 不进则退 千万不要放松自己 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 逆流而上 时时保持勇猛精进 才能圆满完成 自己的史前大愿 兑现史前事约 圆满随师还 由于层次有限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 请同修慈悲执政 感谢师尊慈悲救度 本次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 为您播送《何为酒礼》 作者文思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 辞酒迎新 感恩天地 祭拜祖先等等 一年中的中国新年 元宵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重阳节 冬至等等 连接起来 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 民间有着 无酒不成习的风俗 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 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酒 为什么会成为 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古代祭祀天地神明 庄严而神圣 有祭酒 祭生的仪式 用粮食酿出的酒 是不是新香 这意味着百姓五股丰登 粮食丰收 牛羊毛色 是不是纯衣光亮 这意味着水草繁茂 牧养肥美 为此 从国君 臣子 到百姓 都行祭祀之礼 感恩造化之功 据说文解字注释 酒 旧也 所以旧 旧人性之善恶 宾主 百败者 旧也 银絮者 亦旧也 意思是 旧 为五股所酿 国家 礼祭之时 才用 目的是 敬畏天地 引人 向善 但世间万物 相生相克 善恶同在 如果沉免酗酒 那就是趋于不善了 酒礼 到周代 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 据上书 周书 酒告 记载 饮为四 即 在祭祀时 才能饮酒 无以酒 即 不要经常饮酒 尽沉免 即 禁止饮酒过度 周礼中 对于酒的礼仪 成为此后两千余年 历朝历代 遵循的准则 一 孔子参加相饮酒礼 敬老尊仙 孔子一生 以恢复周礼 为自己的理想 称 客戒复礼 他奔波于各国之间 行人道 唱礼制 对于酒 孔子认为 是用来敬神祭祖的 世面打来的酒 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祖 随心所欲的 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 是不妥当的 孔子说 交涉祭祭祀的礼仪 是对鬼神表示仁爱 替祭祀的礼仪 是对祖先表示仁爱 溃殿祭祀的礼仪 是对死者表示仁爱 举行社礼和香饮酒礼 是对香礼表示仁爱 举行十礼和祥礼 是对宾客表示仁爱 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 祭祀天地 而在民间则有香饮酒礼 让百姓体会 敬天礼祖的道义 在礼祭香饮酒礼中记载 尊有元酒 教民不忘本也 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 可以起到教化民众 不忘乙礼的作用 在乙礼香饮酒礼 和礼祭香饮酒礼等典籍中 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 香饮酒礼的目的 是为了使香礼百姓 知尊贤养老之义 使民尊让则不争 洁净则不慢 不慢不争则远于斗便矣 不斗便则无暴乱之祸矣 孔子非常重视香饮酒礼 在参加香饮中 他说 乡人饮酒 账者出 私出矣 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 仪式结束后 要等主着拐杖的老者离席 才能离席 孔子敬老尊先 成为后世佳化 在唐 宋 明清都有相饮酒礼的传统 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耳濡目染 体会酒礼的庄严 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 打下涵养德性的基础 二 燕子见景宫 施酒礼 在春秋战国时代 齐景宫贪图享乐 一天夜晚 带着随从来到燕子家 要与燕子夜饮 燕子答 陪国君饮酒享乐 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 此等事 非臣之职分 臣不敢从命 景宫又来到司马田壤居的家中 阳居听说齐景宫深夜造访 明知其故 却故意穿上戎装 持己迎接出门 还假意问 是外来诸侯来饭 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 齐景宫讨了没去 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秋居大夫家 梁秋居趋意奉迎 景宫感到很快乐 把酒欢呼 亲自积否奏乐 有一次在朝堂之上 齐景宫饮酒而醉 脱去衣冠 击鼓弹琴为乐 并且问左右的大臣 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 左右的大臣说 人人的眼睛耳朵 也像一般人一样 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 景宫说 驾车去把燕子迎过来 燕子穿着巢服来到朝堂 景宫说 今天寡人很高兴 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 请你也把衣冠去掉吧 燕子说 大王您过分了 在齐国 无耻以上的人 力量都大过您和我 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 是因为人们明白 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 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 就会失去社稷 诸侯失去礼节 就会失去他的封地 上级不守礼节 无法让下级信服 下级不守礼节 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 士大夫无礼 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 兄弟无礼 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 人如果失去礼数 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 也不远了 景宫清醒过来 说寡人没有仁德 但是左右的臣子 却放纵陪乐 才导致这样 杀掉左右大臣 以弥补这个过错 燕子说 左右大臣没有过错 君王如果遵守礼节 有礼的人就会来 无礼者离开 君厌恶礼节 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 有礼者离开 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 景宫说 说的有道理啊 于是 重新穿着好衣冠 拜送燕子离去 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 善用为礼 臣勉酗酒 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 酒在中华文明中 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 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间的长官 称为祭酒 文人志士在祠父中 往往以酒祭怀 脱物言志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 可见一般 善恶之间 好坏之间 看的是人心 而不是物质本身 神传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 然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 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 三 变异的酒文化 每年喝一个西湖 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 以无神论 进化论 破坏传统文化 破四旧 杂妙毁四 焚烧传统书籍 宣传优胜劣汰逝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 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 真正的传统文化 几乎荡然无存 道德 伦理 仁义的善良美德 被冷漠 自私 利益替代 酒文化的内涵 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有测算数据显示 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 是每年喝一个西湖 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 面积约为6.5平方公里 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 这意味着 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 至少1400多万吨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 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 汉川市值各部门 各乡镇 各街道办事处 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 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 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报道称 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 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 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 简单点说 这就是害命 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 2018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 2016年 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 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 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 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 2018年8月发表文章 公布了195个国家 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 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 其中 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 双双位居第一 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 人生在世 不应是为了酒色才气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 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 人们都心生敬畏 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 却相信命 尘封的心灵 一旦洗净 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 珍惜生命 回归传统 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会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会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